全能的父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是爱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饶恕我们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能改变我的命运 我们相信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 是负责我的子子孙孙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越来越好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真诚地认罪悔改 成为义人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允许 蒙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以赛亚书44章24节 很多人说 哎呀我为什么总是这么不顺利呢 甚至有些人想 哎呀我都悔改了 我都祷告了 为什么还这样的不顺利呀 我们找一下以赛亚书44章 以赛亚书44章24节 以赛亚书44章24节 圣经书1021 韩语圣经1021 那么我们先只读一些24节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阿们 这正是上帝在对我们讲话 我们犯的罪 谁能饶恕 只有上帝能饶恕我们所犯的罪恶 那么上帝是谁呢 在母胎中 是上帝创造了我们 所以如果大家想生育好的儿女的话 大家就要来信耶稣基督 投靠上帝 某个牧师来找到我 让我为他的婴儿祷告 我说什么事情呢 他说 这婴儿的父母 甚至这个婴儿的爷爷呢 都不是什么 就是都是属于坏人 导致他的后孙呢 他的家庭 活不过四十岁 活不过四十岁 只有这位牧师现在是活着的 而且他们家庭的儿女 三年级都不会识字 那么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导致的呀 在胎中是上帝创造了我们 很多人说 我们的家庭 怎么总有这样的孩子呢 这都是我自己种下的恶果 是我们犯了罪 却没有悔改 导致这些罪恶 全落到了儿女身上 直接影响到儿女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的性格怎么这么不好呢 我的脾气怎么这么不好 这都是我的罪恶导致的 如果大家真的认识到 自己的罪恶了 就不会再指责自己的儿女 反而会谦虚地来到上帝面前 真诚地认罪悔改 不会抱怨 更不会抱怨父母 抱怨反而会导致败坏的 抱怨父母 抱怨祖先 那反而会导致败坏的 虽然我们的父母 或者是我的祖祖先 先犯了很多的罪恶 而今天通过上帝的话语 让我明白这是罪恶 能让我认罪悔改 给我机会认罪悔改 这真的是感恩感谢的呀 大家知道 经常爱打小报告 甚至是爱阶短 或者是高状 这时候导致后孙很凄惨的 我们怀胎 婴儿在母胎里面 婴儿在母胎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知道这个孩子 就已经知道这个婴儿了 真言十章十八节呀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就接别人的短 告状 打假报告 结果导致自己的生活很凄惨 大家知道 是谁 定罪耶稣了呢 正是受祸的法利塞人呀 那么 是因为受祸 才导致犯罪了 我们犯罪都是属于受祸了 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不是 不听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活在灾难和咒烛里呀 我再来读 从你出台 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铁撒罗尼教后书一章五到六节 上帝是公义的 因为有上帝的公义 所以我们能蒙怜悯 我们能蒙恩惠呀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这样的不顺利呀 不要觉得是委屈 也不是偶然 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把我们所 把我的言行举止 把我祖祖先先的一切 全返还到我身上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这样的痛苦 为什么 我总是面临痛苦呢 那么是你的祖祖先先 让别人这样的痛苦 是你自己的言行举止 让别人这样的痛苦啊 我在工作单位 别人怎么 别人怎么对待我 正是你曾经是怎么 对待别人的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不要抱怨 也更不要灰心 认罪悔改吧 认识到罪恶了 就认罪悔改 很多人说 我觉得我没什么 可悔改的 那这样的人 可真的是太 太无知了 我们人都是罪人 在上帝面前 我们认罪悔改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帮助 上帝医治我 上帝帮助我 大家还要再抱怨吗 不要抱怨 凡是抱怨 只会加增罪恶呀 是上帝的作为 一切的发生 一切的现实 都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的作为呀 很多人说 我的脾气怎么这么的差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的罪恶 我的祖祖先先 所犯的罪恶 直接展现在我身上啊 那么我们就要抱怨父母 抱怨祖祖先先吗 不是的呀 我们的祖祖先先 也是因为不信主 不认识耶稣基督 才会这样犯罪 活在罪恶里 自己却不知道 那是在犯罪呀 诗篇107篇10节 藐视轻视上帝话语的后果 就会身患重病 身患重病了 到了医院也得不到医治啊 凡是藐视轻视上帝话语的 那是最凄惨的 所以我们宁可要做进食祷告 我们要痛哭着流着泪水 真诚地认罪悔改 要医治这个疾病啊 是上帝创造了我们 那么我条牧师就向主祷告主啊 是我犯了什么样的错呢 求主帮助我 是我认识到我犯了什么样的罪恶 这样窃窃地寻求上帝 是上帝创造了我 因为我种下了恶的果子 那么我的祖祖先下犯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自己是不认识的 我也不知道的 那么通过我的儿女 通过我的家人 我能认识到 哦 原来我身上是有这样的罪性的 那么上帝是饶恕我们一切的罪恶 上帝要医治我也能改正我 而问题是我不悔改 我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恶呀 那么我继续来读 我伊赫华是创造万物的 这世界的万物全是上帝创造的 如果人不承认这一切是上帝创造的 那就是在犯罪了 很多人不承认这世界是属于上帝的 甚至很多人信主来到教会了 都不承认上帝的作为 我所面临的现状 我现在遇到的这样的事情 都是上帝的作为 我们光顾着抱怨 哎呀 那个人真坏 却意想不到 这样的处境也是上帝的作为呀 这都是 为什么不承认这一切是上帝的作为呢 因为没有信心呀 没有领受信心 所以不承认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那么韩国呢 韩国有一些诗人或者是有一些学者呢 就评论耶稣 他认为耶稣是怎么怎么样的 那人家以为的 那不值得听也不值得信呀 而我们人爱听的是 哎呦 那某某某诗人所讲的真对 哎呀 那某某某学者讲的真对 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偏向于世俗的理论 偏向于世俗的言论呀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 正是为了爱我 正是为了拯救我呀 所以 不认识上帝的爱 不认识上帝的恩惠的 那真的是 最凄惨的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所有的新闻消息 都是让我悔改 为的是让我得福啊 真言十七章五节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都是上帝给我带来的恩惠呀 而我们呢 却不懂得感恩感谢 反而抱怨 反而觉得眼前的事情太 太倒霉了 我们感恩感谢 是出自自己的贪婪 哎呀 谁给我钱 我感谢 我们人 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儿女是支配管理一切的 钱财和名誉 不能挡住我们 爱上帝的心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的家庭 我们的家境是国会议员的家境 真的很不好意思 家境越好 家庭里 官职越多 那你们家庭需要悔改的内容就越多呀 因为 因为那个官职 因为那样的工作 反而会 连累了很多的人 或者是 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呀 那这一切都是我们犯下的罪恶 自己却意识不到 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认罪悔改吧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只有上帝 只有上帝是能饶恕我们的 只有上帝 是公义的 所以我们要遇见上帝 是说假话的 照头失效 谁是说假话的呢 哎 你看那个人说谎了 哎呀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说谎了呢 东方博士们 本来不是说好要 要来找西律王吗 怎么结果又逃跑了呢 东方博士是为了保护 当时东方博士那么做是照着主的旨意 所以那不是说谎啊 那么没有信心 不按照信心而生活的 那都是在犯罪了 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 犯罪的 说谎话的 那都是要去地狱啊 那么扫罗王呢 扫罗王当时 要杀害大卫 这时候大卫为了 逃跑呢 就跑到了 杀害哥利亚的那个地段 结果那时候 是上帝感动大卫 使大卫装疯啊 那大卫就说谎了 装疯了吗 不是的 那时候是上帝 以强权 感动大卫 让大卫一定要装疯 要不然大卫是活不出来的 大卫可是 亲手杀害了哥利亚呀 而大卫能战胜哥利亚 是靠上帝的旨意 是靠上帝的能力 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不信耶稣的人 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一个疯子 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 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 照着上帝的话语顺从 那才是真实的 而不遵守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说谎话呀 我们大家正确地醒悟 正确地明白吧 那么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 是占卜的癫狂 大家知道一个家庭里 如果有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的话 承认吧 哎呀 承认自己经常爱算卦 或者是经常爱去占卜 去找算卦的 有些人说哎呀 我有时候真的要发疯了 真的特别痛苦 那分明是我的祖祖先仙 跳大绳或者是搞算卦的 去找算卦的 去占卜 圣经的话语 全是真理 是告诉我们这一切呀 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听呢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因为 曾经算卦呀 跳大绳啊 曾经去找占卜啊 导致内心被魔鬼挟制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那么什么样的人 算卦 占卜 找跳大绳的 都是 都是想 想为了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人 有点钱财 想为了给自己带来好处 这时候就去找占卜 找算卦的 找跳大绳的 尤其是有一些官职员的人 大家知道在韩国的历史中 有些两班制度呢 有些两班 所谓贵族 就有七个八个媳妇 然后这七个八个媳妇之间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妒忌呀 就有那种公斗 然后相互算卦 相互算计 相互搞占卜 导致害死的是自己的儿女 导致自己的儿女变疯了 使占卜的癫狂 使智慧人退后 我们今天都要悔改 我们曾经都是去找算卦的 我们曾经都去找占卜的 因为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不顺利 就以为可以找算卦的 其实这都是在犯罪 上帝最不喜悦的就是 算卦或者是占卜 或者是去寻找一些娇鬼的人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的知识变为愚主 阿门 在这世上 自以为有点学问文化 就自作聪明 大家知道 只有信耶稣基督 才是真实的智慧 不信耶稣基督 靠世上的文化知识的 那仅仅是败坏自己的 韩国的经济 不知道是谁在主宰呀 为什么韩国的经济 现在是危机呀 上帝告诉我们 靠人的智慧 只会败坏自己 我们自以为聪明的 必定是失败 是败坏自己的 在座的各位 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太自作聪明 自以为聪明了 我们现在真诚地悔改吧 我们要只依靠上帝的智慧呀 凡是靠自己的 必定是失败的 我心里有抱怨 发怨言的时候 说明我在寻求的 说明我在依靠的是 自己的智慧 是属魔鬼的 上帝的智慧 是平安喜乐 是越来越好 没有抱怨 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我自作聪明的时候 我就会抱怨发怨言呀 这世上发生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照着圣经的话语 如实实现的呀 大家知道 大家很熟悉的约瑟 约瑟并不是 某个名牌大学出身 约瑟只有与上帝同行 反而成了一国宰相啊 所以大家不要抱怨父母 不要抱怨自己的环境 只要大家悔改 真诚地认罪悔改 信耶稣基督 上帝赐给大家的智慧 靠上帝的智慧 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什么 凡事都能做呀 敬畏上帝 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呀 真言九章十节 而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不仅拯救自己 也能拯救身边的人 大家知道 在韩国呢 写了一个汉字 气体的气 那么韩国人写这个气呢 就是空气的气 并不是气体的气 空气的气 写的是 就是繁体字 就气字里边加米字 那这米字呢 就是上下两个点 然后再加上中间十字架 水就是意味着 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要照着主耶稣基督的道 真诚的悔改 是离弃罪恶 不再犯罪 而靠我们的力量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要切切地祷告 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恶 认罪悔改祷告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为止 这就是四阶段悔改 大家知道我们人内心 我们人内心是有灵魂的 而灵魂没有活的话 就被灵魂死去了 就会被魔鬼挟制啊 一个人为什么突然就招鬼了 一个人为什么就突然爱偷东西 爱说谎 那这小孩子 很多小孩子从小 就是好像是神童一样 能说英文呀 能读字啊 那这到底是属于圣灵呢 还是被魔鬼挟制了呢 有些人被魔鬼挟制 就挑大神 曾经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 来了一个被魔鬼附的 然后呢 给他做了按手祷告之后呢 他就全一的承认告白 自己的父母曾经是怎么跳大神的 就曾经挟着他母亲的那个魔鬼呢 又跑到这个女儿身上了 大家知道那些巫婆们 算卦的 挑大神的 他们每天做事就是在招鬼 招揽魔鬼 去询问魔鬼该做什么事情 而上帝的圣灵是赶出这邪恶的邪灵 赶出这魔鬼的 上帝的圣灵 是赶出恶魔恶鬼 是医治疾病 是拯救灵魂的 而邪灵 邪恶的恶魔恶鬼 是欺骗人 害人 而且为的是懒财 是为了钱财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大家知道 在黑暗里 在黑暗里有了光明啊 上帝能使黑暗中出现光明 而这世界呢 不认识光明 只活在黑暗里 然后在黑暗里 搞出很多种研究 在黑暗里 搞出再多的研究 那还仅仅是魔鬼的世界 仅仅是出动玄悟而已 大家知道 为什么有魔鬼的世界啊 为什么有巫婆在作怪 有那些恶魔恶鬼在作怪 马太福音12章28节 而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战胜了 邪恶的恶魔恶鬼 耶稣基督是战胜了 所有的魔鬼的权柄啊 那么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 就能征服这一切 能治理这一切 因为圣灵是属于上帝的灵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啊 领受了圣灵 我们就靠圣灵得生 是靠圣灵得重生 心灵和行为举止 完全能有变化 而且一定要有变化的 领受了圣灵 是属于耶稣基督了 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 无论是算卦的 还是挑大神的 还是看什么生辰八字啊 什么看占卜啊 那一切都是属魔鬼的 那都是魔鬼的世界 照着魔鬼 听魔鬼的言论 做魔鬼的事情 那只会让儿女变疯啊 算卦的 占卜的 挑大神的 那都是属魔鬼的 导致儿女变疯啊 所以我们今天向主 认罪悔改吧 因为我们曾经 我们的父母 曾经都是 都有去算卦呀 或者是去找占卜 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们都向主承认我们的罪 认罪悔改吧 第二十五节 是说假话的 照头失效 没有信心的人 给自己定下再好的计划 在这世上 有好的学问 有好的知识 给自己定下了 定制了再好的计划 都会失效的 因为什么是说谎话的呀 没有信心的 那都是说谎话的 罗马是十四章二十三节 所以凡是说谎话的 那都会照头失效啊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上帝的话语呢 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医治我的生命 能洁净我的 那么作为牧师就要切切地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而且每天要默想圣经的话语啊 我们要听从的是上帝的话语 而当今的牧师 当今的牧师呢 不讲上帝的话语 反而讲世界的言论 以世界的言论 想讨好信 讨好听众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就不爱听牧师讲话 因为牧师并不讲上帝的话语 反而讲世俗的言论呀 我们经常爱算卦的 甚至去找条大神的 爱去找什么 打什么牌 打什么塔罗牌呀 什么搞占卜啊 这一切都会让儿女变疯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看 也不要去找那样的事情 很多人说 哎呀 看看今天的牌好不好 这都是属于算卦的 都是属于占卜的 那都是导致自己的儿女变疯的呀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做傻事了 现在悔改吧 大家知道 在韩国呢 家境稍微富裕的 就爱找占卜的 就爱找算卦的 稍微有点钱 就想去找条大神 占卜啊 算卦呀 因为那些算卦的 挑大神的 都是图钱财 所以为什么一个家境好的人 每个家境好的人 每个家境好的家庭里 都有一个疯的孩子 那都是因为犯了罪恶 是魔鬼 是犯了与魔鬼相交的罪恶呀 与交鬼的人相处的罪恶 今天上帝为什么告诉我们 这一系列的罪恶呢 大家知道 自以为聪明的 就如同算卦的 就如同占卜的 挑大神的一样 投靠自己的智慧 投靠自己的聪明的 那就是如同算卦的 挑大神的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家庭 我的父母 因不信耶稣基督 整天是喝酒 喝醉呀 整天算卦呀 那父母既然是一塌糊涂 而儿女如果清醒的话 儿女信耶稣基督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话 因儿女的祷告 能拯救父母的 所以我们不要责怪 现在国家的情况 无论我们国家政治 多么腐败 或者是有很多的 不好的新闻 只要我信耶稣基督 我真信耶稣基督 顺从上这道话语 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悔改 认罪悔改 我内心喜乐平安的时候 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身边的人求祝福啊 耶稣基督是为身边的人祷告 是为身边的人求祝福了 我们一直来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感觉 相信自己的智慧 相信自己的理论 这都是如同算卦的 是疯了的状态啊 我们相信的对象 唯独是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啊 愚昧的人是相信自己的人 而相信自己的人 就是最愚昧的人 是骄傲的人 真言28章26节 真言14章3节啊 大家知道 有时候看电视剧 或者是看新闻 能看出一些人物 特别的傲慢 特别的骄傲 大家知道 傲慢骄傲的 必定会败坏的 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从远处 上帝都能看出 什么是骄傲的 有些人很骄傲 很傲慢 傲慢骄傲的 必定会败坏的 韩国是两个党派制度吗 那比如说 某一个执政党里 有一个人是傲慢骄傲的 因这个傲慢骄傲的人 就连累了整个党派啊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来警察一下我自己 我到底是连累了我的环境 连累了我的家人呢 还是我因信耶稣基督 虔诚的认罪悔改 能拯救我身边的环境 能拯救家人呢 我们的良心 是不是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毫无感觉 毫无知觉了呀 我瓢牧师小时候 大家知道 我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因信耶稣基督 我母亲是 去了天国了 但是从小我就见过很多的女性呢 都要熬夜的 就是劳累 辛苦做工啊 都要干活的 都是熬夜干活的 几乎都是不能睡着啊 都不能睡着 都要干活 而尽管这样 没有说是短命的 韩国女性短命是因为心病 都是因为丈夫们搞外遇导致心痛 然后呢 因心病导致韩国的女性短命 而辛苦这种做工 工作干活的辛苦呢 不会导致死亡 而心病会导致死亡啊 生死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因我们的罪恶 罪恶加增到一定程度了 罪恶 罪恶导致我们死亡啊 我们犯的罪恶 上帝是知道的 而我们向上帝承认我的罪恶 求饶恕的时候 上帝是饶恕我们罪恶的 因为上帝是为了拯救我们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我的罪恶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所以通过圣经的话语 给我们指教出很多的罪恶 指出我内心的罪性的时候 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 感谢上帝的恩惠 给我机会认罪悔改啊 第26节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我们今天都要做主的仆人 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是脱离罪恶的辖制 要做主的仆人 那么主的仆人 主赐给智慧啊 第26节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要悔改啊 论到耶路撒冷说 必有人居住 论到犹大的诚意说 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肠 我也必兴起 阿门 我们如何帮助北朝鲜 北朝鲜 上帝能是一个荒肠 改变成肥沃的土地呀 不是靠我们人的方法 不是靠我们人的智慧 是靠上帝的旨意 我们能做的只有祷告 切切地祷告主 马可福音9章29节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一切事情一定要祷告 非用祷告 而上帝听义人的祷告 所以我们要悔改 主啊 我曾经依靠我的智慧 我以为我是经济学博士 我以为我是功科出身 我很聪明 我一直以来是投靠自己的智慧 投靠自己的理论了 主啊 我错了 我傲慢了 我骄傲了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向主承认主啊 我曾经是算卦的 我经常去搞占卜啊 算卦呀 甚至挑大神啊 我都是去敬拜魔鬼了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真诚的向主 认罪悔改 马太飞11章25节 我自以为有智慧 我自以为聪明的 上帝不喜悦的 上帝使用的 上帝说 上帝说了 上帝看顾的是贫穷的 上帝看顾的是柔弱的 上帝看顾的是没有学识的 当摩西说 我是无能 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上帝却使用摩西 要让摩西做主的使者呀 格林多前书一章24节 我们今天听从上帝的话语 我首先要认罪悔改 肯认罪悔改 顺从上帝话语的 上帝会使用 上帝会拣选呀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来省察一下自己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有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听了上帝的话语 我有没有认罪悔改呢 继续往下读 上帝耶和华利 居鲁士为王啊 通过居鲁士呢 就灭了巴比伦 那么通过居鲁士 是耶和华利居鲁士为王 大家知道 有上帝的作为的话 上帝能使一个叛国贼 成了帮忙的人 上帝的作为是很神奇的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今天上帝的话语 都是让我们悔改呀 我们敬拜偶像了 我们算卦拜偶像 这都是导致犯罪 甚至是导致自己变疯 导致儿女变疯啊 我们自作聪明 自以为好的时候 那反而是败坏自己的 甚至我们说是信上帝 我们说是信耶稣基督 却体贴肉体 以自我为中心 爱世俗的话 就跟拜偶像是没区别的 我们体贴肉体 爱世俗的时候 就是敬拜偶像 是属魔鬼的 都是在犯罪呀 那很多人 为了赚一个小成本买卖 就不来教会 就把金钱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敬拜偶像了 我们总是把钱放在第一位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们都是体贴肉体 爱自己爱钱财 这样的人是不能遇见上帝呀 提摩带后书三章一到七节 我们都要来遇见上帝呀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祝福啊 我的言行举止 直接会影响到我的儿女呀 我的罪恶 也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儿女 而上帝给了我们福音 给了我们悔改的道 给了我们得永生的道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内心 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我遇到我的处境现在不好 我的儿女 我的家庭 我身边的人 分明现在是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需要信耶稣基督 而我们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甚至 活在罪恶里却意识不到呢 我们祖祖先先都是犯了罪恶 我们祖祖先先都是算卦了 都是敬拜偶像 很多人说 哎呀我的儿女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分明是有差错 自己却意识不到 今天我们来聆听上帝的声音吧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切 我们自以为有智慧 投靠自己的智慧 投靠自己的理论知识的时候 反而会败坏自己 我们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恶 只要向上帝承认罪恶 上帝就饶恕我们的罪恶 我们属乎肉体的 都是体贴肉体的 那么我肉体疲乏的时候 感谢上帝要造就我 我们悔改祷告的时候 疲乏了 那时候也可以稍微睡一觉 这时候上帝恢复我的健康 上帝也会赐给我智慧和知识 真切地圈大家与上帝同行 我们的天父上帝 感谢上帝在这时间 使我们醒悟 使我们明白过来了 感谢上帝一直 感谢上帝帮助我们 使出我们一直以来犯的罪恶 主啊 只要我们遵循上帝的话语 只要我们与上帝建立起 真实的相爱的关系的时候 上帝能使仇敌变成朋友 甚至通过仇敌帮助我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向主求饶恕 我们的祖祖先先 敬拜偶像了 甚至我自己 一直也敬拜偶像 犯罪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主啊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我父上帝 上帝告诉我们 哀痛的人是有福气的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诚的悔改 哀痛的 哀痛的认罪悔改 使我们流着泪水 认罪悔改 主啊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主啊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饶恕我们 我父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父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凡是算卦的 占卜的 凡是投靠自己的智慧的 都会败坏自己 都会失败的 而我们一直以来 是这样傲慢地生活了 我们一直以来 是投靠自己的智慧 我们是无知的 却以为自己聪明 我们是愚昧的 我们却自以为聪明啊 主啊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们的罪恶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 只专心耶稣基督 只专心地爱主 爱上帝 得祝福 得到上帝的保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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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